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必须立即停止分发无名银行卡和汇款 并报告已向这些账户转账多少钱 所有欧洲人都有权知道 有多少欧洲纳税人的金钱用于资助恐怖主义 古牙什盖尔盖伊在政府记者会上表示 全年家庭保护的五点积极计划将在七月一日生效 总理府部长就有关支持儿童的资助布鲁塞尔讨论中表示 政府同往常一样申请了一个初步支持信 但没有得到 之后布鲁塞尔因此为由威胁匈牙利 会有被禁止国家援助的风险 古牙什盖尔盖伊补充道 从那时起就从欧洲委员会中得到口头协议 将不会启动抚养儿童资助的进程 我们认为这也是正确的 因为如果移民卡计划不属于被禁止的国家援助的风险 那么匈牙利的家庭支持计划 例如匈牙利应额计划贷款 将不包括在我们谈论的禁止的国家援助的圈子中 今年就国内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将会启动1700亿福林的项目 目的是提高企业们的竞争力 尤其是企业们将会需要这一发展项目 今年也询问了上千家企业 即如今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根据他们的回答 准备了这个新的中小型企业的战略发展项目 由此看来 现代化发展才是国内企业们最关心的问题 Nodji 老优士正在介绍他的最新投资 使得他大量的减少了电费 Nodji 哥曼德的商人运营一家肉店和一个小型的屠宰场 他表示他每年都会发展自己的公司 今年也一样 小型企业家认为不进行发展的企业们将无法更有效地进行业务 也会在比赛中落后 松亚理工商会也有类似的想法 在过去几个礼拜有关未来的挑战 他们询问了一千多名企业家 数字化 机器人化 信息技术发展 生产力的提高商务模式的改变 世代交替 这些都会大量影响到在1980年末开启业务的公司们 商家所表示的有创新和技术部添加到了2030年 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本国中小型企业的全面战略之中 负责经济战略的国务秘书表示 小型企业们在今年将会获得1700亿福利的无偿皇的补助 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 我们成立了一个企业手机软件 将会帮助商家们进行技术更换 通过他们的税号 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到他们的基本信息 比如公司的大小 主要业务 此后通过一个三至五分钟的问卷 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 技术更换对他们带来的真正的问题 对此我们还可以提供建议 国务秘书还表示 通过在未来制作的计划案和保障 企业们可以更简单地和更安全地申请 用于发展的银行贷款 周尔基·拉斯洛强调目的是 使匈牙利拥有强大的属于本国居民的企业 否则将不会有长期的经济增长 在维斯普雷姆州的海伦德 可以找到世界上最大最著名 于1826年建立的瓷器制造厂 从那时起 每件瓷器都是通过独特细致的手工完成的 直接在工厂旁建立的观光中心 游客可以尝试这些手工艺术 并且会为亲自其塑形和绘画 在凯西·凯梅特也将会庆祝 匈牙利国家马戏团成立的25周年 以周年庆典为主题 他们准备了每个时期最刺激 最壮观的节目 南飞巷 羊驼 马 骆驼 斑马和长颈鹿 也将会登台 还有摩托车20米飞行表演等待着游客 匈牙利国家马戏团直到5月26日 将会在凯什·凯梅特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